王晨傑,街市其實有一個很基本,民生最基本的需求 這麼基本的需求,政府都會到好好去到重視這個議題 這所謂三十幾萬人,用五個街市,四個都是領展 租金不斷不斷的升,大家不買,這隻機器越來越貴 我們去吵領展,領展的反應,領展的回應是些什麼 我們要參考市場的價格,並我們要租金 說話,整個市場就只有你領展,這就是問題的所在 所以,如果我們要打破這個五段的話,我們一定要找政府 找政府,政府的回應是些什麼,牽起這個公園街市 它的回應是,我們要看這個人口的分度,要看社區的需要 社區的需要是什麼,我告訴大家,這就是社區的需要 所贏,結論,打破領子的互動,還拿中營街市 多謝大家 多謝大家